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竟然能使荔枝有如此诱人的变化 这样才是最新鲜的 这就是我平时挑的那种最新鲜的荔枝 绚丽外表的背后 它又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埋藏了哪些隐患 如果说把它在浸泡 泡完了以后 你没有把它在浸泡 发牙当中 那么对人体的位置还是很大的 绿A养生会 精彩继续 好 那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泡在杯子里面的这两颗荔枝有什么样的变化 变红了 变红了 对不对 大家能看到吗 刚才明明是非常非常绿的一颗荔枝 现在已经有一半的颜色已经变红了 而且这个红的颜色让你看到是觉得它熟透了的感觉 对 对不对 很新鲜 来看看这颗是不是也这样 怎么样 要我看到肯定会买 这样才是最新鲜的 这就是我平时挑的那种最新鲜的荔枝 但其实这两颗让大家觉得貌似很新鲜的荔枝 其实是经过我们刚才这杯试剂泡过之后的一个化学的反应 那现在在这里我就想问问我们的佟老师了 刚刚我给大家加进去的这个试剂 它叫做什么 咱们加的就是柠檬酸 柠檬酸 在这个饰品的加剂里面最常用的酸油剂 对 最常用的酸味剂 其实这柠檬酸一看就是化学产品 你看装在这种塑料的瓶子里面 那这个柠檬酸用它来泡荔枝 就能达到这种马上它变色的效果 咱们这个荔枝外边主要是化氢素 这类东西它遇到PH的变化以后 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所以说咱们这个柠檬酸还是弱酸 如果是强酸的话就是更现红色了 所以说如果用盐酸去泡的话 天哪 那么那就是非常红的红颜色 那还能吃吗 应该说如果是用盐酸泡的 大家就不要吃了 吃完之后对我们人体是未必有害的 是这样 如果是盐酸泡的话 那么这类的酸是强酸 如果说用盐酸泡完了以后 你没有把它再浸泡 把盐酸尽量地给它排出的话 那么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因为它是强酸 对人体的口腔粘膜各方面的 这种随害非常大 柠檬酸它属于一个非常实用的 就是在食品添加剂里边 各种果汁里边都经常使用的这种酸 如果是食品级的话 它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 即使说洗不干净的话 它也是一种食用级的东西 所以说问题也不太大 所以刚才这一招 用柠檬酸来泡荔枝 其实是有很多的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商贩 但是总归是有一些人 用这样的方法来给水果 来进行易容和化妆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达到更好的 一个经济利益 对不对 那我们去市场上 该如何去挑选这个荔枝 哪种是好的 哪种是被泡过的呢 第一个呢 我们手摸一下 钻一下 如果说它真用强酸 特别就是说盐酸泡过的 那么你握到手里边呢 它有一种灼烧感 强酸泡过的荔枝会有灼烧感 对 就比如说弱酸的话不会 有烧手的感觉的话 对 如果出现是浸泡的话 那么它是弱酸泡的比较多 或者用钦酸泡完了以后 它也是冲洗干净的 它只是留下了红色 当然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不太懂的人 他可能是没有把这个强酸 给它这个除掉 然后你摸的时候呢 肯定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尝一下 就是表面是不是有酸味 因为正常荔枝的话 它表皮不会有酸味 是去舔一舔它这个表皮吗 对 你可以试一试 我不太敢试 没有问题 没问题 它这个 对 你要说手握着 不会有什么刺激性的情况下 这种酸呢 它起码来说是非常安全的一种酸 柠檬里边的柠檬酸 柠檬咱吃那个柑橘 它里边含量就很高 所以说呢 它不会有什么大的汤味 老师 那就是从气味当中 能不能辨别出 我觉得从气味当中能 能辨别 然后再说气味 这个气味的话 如果是盐酸浸泡的话 那非常刺激的 咱们说厕所里边 用盐酸和氨水来清洗厕所 那个盐酸那种气味 是非常非常刺激 所以你一闻的话 就不是正常你这个酸味 但是如果用柠檬酸泡的 那它可能就不是挥发性的酸 所以你闻不出来 只能说尝一下 这能鉴别 再有呢 就是好的立志的话呢 咱们包开以后 看着精英低透 尝起来的话 也没有酸味 几乎它不是甜的 但是它很少酸 荔枝是很少酸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尝到 说这个荔枝是很酸的 那可能就有问题 我说我怎么买的 以前好像经常会吃 经常会吃到酸荔枝 对 然后看起来很好看 很红 对 特别眼下正在卖的 那个樱桃也是 特别红 然后你一吃是酸的 樱桃有可能被泡红吗 樱桃的话可能是摧红 它不是泡的 是另一种 另外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 所以刚才其实 从老师已经告诉我们几个 来挑选荔枝的方法 先是去看一看它的外形 然后拿起来 比较一下 看看手感 如果你实在是有疑问的话 再稍微的 甜地 外壳 是不是酸的 最重要的是把它剥开的 自己尝一尝 看味道是不是很正宗 那说到荔枝的挑选方法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编导呢 还去到水果市场上 在水果摊上 挑选了一些苹果 这些苹果当中 也有一些 如果我们可以 去看一看 我们可以超过的 这些苹果 不会有的 这些苹果 是 我可以 去的 更多的 那些苹果 这些苹果 这些苹果 是 打开 那些苹果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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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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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在节目中呢 那羊肚子的羊肚子和牛肚子一起来炒的 这个肚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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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呢 我们说什么 立肚 中医不是讲吃哪儿补哪儿吗 哎 就是您这个肚出血 它有一定效果 但是如果在家里面的肚子 但是如果在家里面的肚子啊 但是如果在家上 如果在家上 比如说我们中药里的 大家都知道地鱼槐角丸 加点地鱼 槐花 槐角 我们小时候啊 跟现在不一样 槐树花一掉 一长出来以后 没掉之前 我们有时候淘气男孩上去把这槐树花踩起来 可以包包的吃啊 可以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法 搁在汤里头炖着吃 对于包括哪怕有内治外治的患者 对于肠出血的患者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您呢 可以回家试一试 好不好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